Hello,你好,我是有胜 这是BFM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 大致总体经济,小致股项走势 让你东西,市场先机 在本周里面呢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注 苹果公司最近召开的发布者大会 也就是WWDC 而苹果先后亮相了四大系统的更新 并发布了两款 搭配最新M2芯片的笔记本电脑 分别是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 那我相信无论是对国粉 或者是投资者而言 都是非常好的消息 那相信还有很多人已经忍不住 要剁手买这两款的最新的笔记本电脑 也有人在想这是时候开始布局买进苹果公司的股票了吗 但是在米联储升息的背景底下 科技股最近都出现了大回调 而苹果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呢 当时跌了超过18% 那么到底苹果的创新是否能够再度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有乐天交易 Rocker 10股票销售主管刘松珍 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 Minson你好 Minson你好 是 Minson我想苹果公司是在美股里面受到相当多投资者关注的 我们也是看到他们最近在发布会那边便发布了最新的iOS16 或者是Watch Operating System Mac Operating System等等的系统功能更新了 而他们也发布了新的笔记本的电脑 有哪一个是让你感到最意外的呢 这个是苹果的投资者或者是粉资们的蛮期待的 讲讲Event来的 这个也是蛮大的 全局也是在看着苹果在发布什么新的功能 还有它的product 整体来讲我们看到也是它也是蛮improven 然后又有一些新的动态 然后他们也是要大入那个buy now pay later那个东西的 所以就要去他们想像去paypal那些 其他那些的去expand他们的coverage 所以苹果公司就好像是变成一个 可能讲这个是hardware software financial fintech company 这个越来越大越来越 跨领域的一家的科技公司 但我们看到因为最近科技股都回调了 像是特斯拉或是微软 谷歌这些的公司的股价 最近都下滑了很多 而苹果公司的股价最近更是跌了超过18% 你会怎么去评估苹果这家公司 现在股价的表现 这是已经来到相对低点便宜的一个阶段了吗 如果你是比较它之前的话 它也是跌了马尼西亚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buffet 它也是从它的announcement 它也是一路在买进苹果的股股里面的 所以你可以讲一个价值投资的眼光来看的话 苹果是一个keep on growing的company ever growing and changing的 它这个是一个growth story will continue it's not only just hardware software 然后 it's a lifestyle product 然后很多人都去用 很多人都期待 每一次他有发什么MacBook Air手机 new product 每个人都会去 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去有它的 是一个lifestyle和一个 这个是有一个cult status 就好像Elon Musk 他Tesla也是有一个cult status 他讲什么东西人家都很关注 很想去买他的东西 享受他的东西 然后包括他们的股也是这样 所以有一个legion of fans 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公司 和其他那些company就有一些不同 所以他可能 他这个回调虽然也是有很多人一直买入的 他们就当做一个是savings 投资long term 他们觉得是虽然是现在掉了股市的tech stock 那边科技股也是不是太好 但是他们还是一个龙头在Nexat里面 然后他们还是有一个很大的growth story going forward very innovative 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已经打入要buy now pay later 你看最近他们有些buy now pay later的公司 affirm是有一点credit crunch so这个apple他是cash rich 他是整可以expand他的empire to be saved 确实因为之前我们都看到苹果公司 很多都是在推出产品像是笔记本电脑 还有手机之类的旗舰的产品来到去建立自己的生态 但是最近他们也是在所谓的电子服务方面 所谓来到去布局像是buy now pay later 到底未来这样的一个的金融科技会对这家的公司 或者整个产业产生什么变化也是很多人关注的点 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苹果很有可能会推出 AR或者是VR的产品尤其是最近元宇宙都是一个科技的赛道 那么到底这个虚拟的产业会对整个的科技行业带来什么变化呢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我不排除他一定会也去去到这个AR VR 这个也是一个这样这个future of很多都之前的公司也是有那种 Google也是有做到这种的东西的 很多公司都其他这个东西 Metalverse这种东西怎样讲 好像一个virtual field那边 so他们也是这样大的公司 R&D他们也是会 is a platform 他们一定会也是会move in 然后每个人都现在是怎样讲 这个疫情以后 每个人的smart system smart phone 每个都是more online offline 这两个都好像差不多讲 online和offline差不多是讲merged into one 甚至有些人spend a lot of time online到 他们都好像metaverse是他们的世界 so这个也是未来的我们也是要看作 它只要去成长 so this is one field that we cannot stop it so好像这个之前是那些Bitcoin Ord coins 这个也是一个new phase of growth 那我们再看为苹果的财报 因为公司的第二季的财季的营收 大概是970多亿美元 是比去年同期增长9% 净利润则是251美元左右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 那么当然在科技股回调之际 比苹果整体的营运看上去是相对健康 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科技的公司 开始出现亏损的问题 那么你是什么去评估 苹果公司的业绩最接下来的发展呢 其实苹果的业绩是还不错的 它的成长成长 因为它也是一个蛮mega cap stock 这个是so它的成长 它可以continue at this growth 是非常是好的 它的cash 然后它的investment into new products scaling up它的products 然后人家要看这个股 Apple不是一个hardware stock 这是一个fintech 他们现在也是去到lifestyle fintech very sticky business that people have basically so called 什么苹果出 他们每个人都要去试试看 so他们的是可以讲 一条龙的东西basically so called everything that you can think of the future the tech based fintech online东西都会有它在里面的so called performance choice一定 他们的业绩是蛮不错 然后cash going forward也是会continue to see growth 这个是唯一的可以讲股 他们的technology是advanced过人家 如果你要比的话 如果是tesla和这个的话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Apple 就比较有一个stronger brand power and他们的technology know-how 如果差比tesla 是tesla也有很多的alternative 也不错 neo那些其他那些小朋友那种东西也是不差的 so但是Apple的话就除了华为和其他那些 它的product是可以讲是quite superior compact to the others 它的competition没有这样大 compact to electric vehicle 每个人都在说你看toyota Voxvin全部那些porsche 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有brand power也是进去的ebit 但是for他们的space 他们就是龙头 除了华为中国的这样 好那么现在若是在整个的投资布局的面向 如果首选前三次的美股的股票 你会推荐说苹果可能会是其中一家 可能是可以考虑布局的吗 可以的它现在回调了 也不是讲它掉了很多 但是它是a stable growth stock 你买了你会推得稳的so-quad这样 他也是买进去 他还有一家一直加进去 因为这个怎样讲 它是quite difficult to replace 它的product的so-quad once you step into 那个东西 它的ecosystem是蛮strong一下的 他们自己的operating software 全部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ecosystem 你进去就很难逃出来的so-quad 就是quite sticky了so-quad 它的business everything 对确实身边的朋友 不管是有没有在买股票的话 确实都有看到 很多人都在用苹果的产品 但聊到关于苹果股价的未来的发展 我们不得不了解 还是整个美国宏观经济的表现 尤其是在本周即将公布的 5月份的通膨的数据 您是怎么评估本周即将公布的CPI的数据 美国的通膨之前便已经是来到8点多左右 那有没有希望在5月的时候便见顶呢 这个一定是星期五会发布这个data 所以每个人也是蛮关注这个data的 inflation is really peaking 是这样讲吗 是差不多最高点 会在这边下调 不会再创新高了 这个每个人都关注 so after这个就到Federal Reserve meeting 但是这个number还come out不会太strong 他们下一周的race rate也是大概会 每个人都price in 一个50bps起的 但是就是要看这个和其他的数据 来Federal Reserve meeting 最重要是他们Federal Reserve meeting 看他们的tone是讲还是还好 不想是讲觉得现在是差不多 Fedish也是moderate了 还是讲他们会confident in achieving他们的neutral rate 那个rate by September或者 by October 或者by December 有些人是讲每一个周 meeting都会起50% 50% 50% 但我就认为可能到9月10月 也可能会slow down了 因为每个人很多人 你全球你看很多大公司的老板 investment bank也是讲 it's getting rough 会hard landing recession 这样的 所以我就个人认为 可能Fed会做到一个 不会太hard的lending了 一定会有speed bump along the way 因为他一直要beat 那个inflation 然后全球还是蛮有 蛮多的 uncertainty 俄罗斯和Ukraine那边也是那些 只要做到原油 还是在百多美金那边 gas price在美国也是蛮高 所以inflation是蛮at current level的 就讲现在是油价 可能除非是在increase inflation 可能讲油价去200块 但是不大会了 在这个level的话 就讲inflation是已经差不多 是在这个level了 不会再讲去突破新高的inflation 然后point unit 最近也是在3% below3% 这样的 确实我们看到现在油价 已经是来到一个相对见顶的点 当然不会一下子就突破150美元 目前都是维持在可能100美元 到120美元左右 但有一点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关注的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盛西的整个的周期跟节点 9月很有可能会是稍微放缓的 可能从50几点回调到25个几点 也有人说9月的时候可能会终止升息 你觉得9月迎来终止升息有可能吗? 这个就比较难去focus 也是要看因为今年是mid term historically来讲 他们讲3rd quarter 4th quarter 美国股市会好 有些也是讲会 现在是差不多要到地点了 然后 may recover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quarter so interest rate也可能在那边stop 或者是slow down了 然后可能就美国那边会有一个relief rally这样 所以它是based on historical 我们所看的他们的评估来讲 mid term year的stock market performance 所以它是possible going的 因为他们讲correction也是蛮strong的 有些是讲correction 但是美国的股已经讲 entered bear market也是crash了 已经多了30%了 如果Nasdaq来讲 其他那些也是 Brasso也是超过20%了 昨天的前天是rebound futures有点红 possible September October那边slow down 或者是coming close to end 或者是inflation is in control so可能market 美国那边会一个relief rally这样 based on他们的historical trend 好的 那么到底美国的通膨本周怎么走 会是突破新高见顶还是回调呢 再让我们继续观察下去 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Vincent 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分享你对于市场走势的观察 感谢你 也谢谢大家 财经股市是由BFM财经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 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 中午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财经和YouTube频道同步live播出 如果你喜欢财经股市 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 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见